关于世界,有千万种说法,而我的世界,是即刻出发,加长海外移民,拉近梦想与现实的距离。 移民咨询热线604-273-1395 布列甸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周三开始对孟晚舟引渡案的最后阶段,即是否符合引渡条件展开庭审。 开庭后,逐身法官首先就联邦政府提出的引渡缔解申请,提出质询。 一直关注孟晚舟引渡案的加拿大资深移民律师李克伦表示,逐身法官对政府律师提出一系列质疑,如果加拿大政府方面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,将对孟晚舟有利。 对于加拿大指责中国维持对加拿大籍毒犯谢伦伯格的死刑判决,并因刺探国家机密,判处另一名加拿大公民斯帕弗尤其徒刑11年,都是为了孟晚舟案向加拿大施压,是政治干预司法。 李克伦表示,加拿大的引渡程序同样难以区分政治与司法。 李克伦认为,正因为孟晚舟案件明显受到政治因素干扰,而加拿大的引渡法又明确授权司法部长有权政治干预,因此尽快说, 寻求政治解决更为合适。 凤凰卫视,祖克勤,苏惠文,温哥华报道。